欢迎回来新闻现场 接着带来关心一则最新的消息 原乡首长是在传的涉入弊案 今天一早台东县兰宇乡公所 是招到了检调人员 持收索票来进入 带走兰宇乡的乡长 夏曼加拉木和多名的公所人员 及大批的相关文件 初不了解 夏曼加拉木乡长 疑似是因为涉及了兰宇乡 环岛公路工程的弊案被约谈 而目前相关人等 也已经到了台东的地检署 来接受进一步的征讯 由于在年底大选前的爆发 是牵动了整个岛的敏感神经 至于是否会影响年底的选期 需要再进一步的来观察了